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则vlog 我是钟文泽 这次我们拿到了菲利普的一款剃刀 叫小剃刀 而且我们看到名字上面显得是one blade 一个小剃刀的名字 然后这次这款小剃刀 好像它主打的一个卖点 有一点点像什么呢 就是把你传统的这种刮户刀的优势 和这种传统电动剃须刀的优势 结合到一起了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就一起看一看这款菲利普one blade 它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男性剃须呢 好了首先呢 我们来对菲利普小剃刀这款产品 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大家看到正面显着 这款产品的名字叫one blade 然后有个face face不知道什么意思 写着剃须双保险 静剃同时保护皮肤 左上角写着是它的续航时间 经过我 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款 我自己测试的话 一次时间大概是三分钟 这个三分钟是说 我剃须的时间是三分钟 因此充满一次电 应该能使用两周的时间左右 这是一个全新的 首先抽出来是这个小剃刀 下边应该是充电线之类的 这个实时是它的一个刀头保护套 可以把这个刀头保护套随身携带 外出的时候就可以以这种姿态 进行随身携带了 这儿呢有一个专属的充电插头 而且大家看这个并不是micro usb 或者说Type-C的那种接口 好了既然开箱完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款小剃刀的外观部分 这款小剃刀你别说啊 虽然说它是一个挂护刀 居然还得过各种奖 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普通用户所熟悉的 什么红点奖啊 IF设计奖啊 首先我们看这外观 这个外观呢 有一点点更像我们传统的那种手动剃取刀 对吧 但是呢它这个刀片其实要更小一些 在颜色配色上呢 也是比较鲜亮的配色 这个颜色应该叫做荧光黄 还是叫荧光绿啊 总之就是有一种荧光的感觉 而且呢 如果你上手的话会发现 这个荧光的部分 它其实是橡胶材质的 它用橡胶材质呢 中间会有很多小小的网格 我们在使用剃须刀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手花 但是我有一个地方要吐槽了 就是它明明叫做one blade 也就是一刃对吧 一刀 但是它其实在这个刀片部分 是正反两方向都有刀片的 我平常的时候可以从上往下刮 也可以从下往上刮 就像那个推头的推子一样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当时给我带来了一个误导 就是什么呢 我以为这个部分就是刀片的 所以说我当时像给脸上按招的一样 我就一直这么按 按了半天发现 就没有什么效果 当时我想 这个刮户刀完蛋了 但实际上 它其实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它的原理 它是需要你像正常的刮户刀一样 用上下两个刃去刮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它这个刀片的上方和下方 都有一层类似于塑料的 圆角的绝缘材质 这种绝缘材质呢 我所说的绝缘是将刀片和你的皮肤进行绝缘 也就是说你刮胡子的时候 这个刀头是交错形式的 它和你的胡子是形成一个垂直角处的切割 比如说现在这个就是你的胡子 这两个手其实就模拟 那个菲利普小剃刀的剃刀 它实际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的 大家懂吗 有点像电动剃剧刀对吧 这就是电动剃剧刀的刮户原理 所以说当我刮胡子的时候 当我的刀刃是这样的 通通这种方式 其实它把你的刀片的刀刃和你的皮肤 是进行一个绝缘的 但是刚才这个 但是刚才这个饼干死的有点惨 我当时我用这个刀片的时候我就在想 一代宗师里边那个一线天 如果用这种剃刀的话 那八成是打不过一纹的 同时呢 这块小剃刀就像菲利普之前的电动剃剧刀 也像我们日常使用的那种手动剃剧刀一样 支持水洗 你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刮胡刀打开 进行刮胡子 如果你觉得这种刮胡方式会让你的皮肤比较干燥 你也可以去打那个刮胡泡 整体来说呢 它的使用场景会更加多元一些 所以经过我的一段使用 我对比了三款我们日常使用比较多的这种产品 一个呢是传统的手动的剃剧刀 一个呢是电动剃剧刀 一个呢是咱们今天使用的小剃剃剧刀 刮的时候需要用那个刮胡泡 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这个刀锋真的会直接和你的皮肤接触 有一部分同学我相信一定深有感触就是 青春期嘛 这个长痘痘 刮胡子的时候 你这个刀片很有可能就把痘痘刮破啊 但是我呢还没到青春期 这些痛苦啊 我还不了解 小剃刀它的存在 在模拟这种手动剃剧刀刀的时候 其实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刀锋 直接接触皮肤的这样一个问题 传统的刮胡刀呢它的优点首先就是 随刮随使用对吧 冲上电子就能用 也不用转哈胡须啊等等等等 但是缺点呢就是比较笨重 另外呢 传统的这种刮胡刀它的针对性不强 所谓的这种针对性不强呢就是 虽然说它有两个这种刀头 但是这个两个刀头呢 大家看经常中间出现这种真空区域 比如我刮胡子的时候 比如我想刮这个位置 但可能正好中间这位置对准了 这样刮的时候呢就比较慢 再说回小剃刀 小剃刀呢 其实它的诞生啊 我认为就是为了解决 刚才咱们提到的 传统的手动剃剧刀 和传统电动剃剧刀的 它们集合的问题 就首先它不直接接触皮肤 所以说呢会起到一个护肤的作用 另外呢 整体小巧便携 而且可以适用于 干刮也可以适用于水刮 但是呢 小剃刀在我使用的过程中 可能对于很多新上手的用户来说 它也是有一些不适应之处的 比如说 我在第一次 使用这个小剃刀刮胡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因为它这个刀头不完全接触皮肤 所以说你刮的时候呢 好像没有这种手动刮胡刀 刮得那么干净 这个部分需要适应 也就是怎么适应呢 你在刮胡子的时候 需要稍微的把小剃刀 向你的皮肤内按压一下 但是注意啊 这个按压 其实只是按压到你的皮肤上了 并不会使你的皮肤和刀刃 进行直接接触 还有一个部分呢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优点 还是算是一个缺点 就是刮胡子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那个收纳装置嘛 它也不像这种手动刮胡刀 你刮完那个胡渣 一般都会积累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刀片之间 小剃刀的这个呢 你随刮 它那个胡子就会随掉 所以说 千万不要在你家接着地板 这种刮胡子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小泽Vlog的 全部视频内容 更多好看 好吃 好玩的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 微博钟文泽 以及公众号 小泽你好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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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在你家圆头上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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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